民國六七零年代 雲林博子寮漁港 停靠超過百艘漁船 遠處長行見物是漁市場 當時博子寮門庭若市 觀光客車子一步接一步 甚至還有輪船 從雲林航行至澎湖 那個時候全部都是 餐廳生理有夠好 包括家庭 台南的以前都來 外地來的 雲雞撞到的都沒路 曾經觀光大港 榮錦不在 漁市場沒了 近四十間餐廳也撐不下去 因為漁沙嚴重 只好從捕魚改成養科 漁船有抓魚進來 就會有人進 漁船那邊 可以抓了什麼有人來 沒淹水池 漁沙嚴重難以出海 而遇到大潮處處汪洋 當地居民走下岸邊樓梯 他說沿線堤防 已經加高三次 這個樓會第一遍 這個樓會第三遍 這間加一米 現在又翻車 不同時期長高 留下深淺不易痕跡 已經加蓋三百五十公分 人就不夠 中央找來學者探討 海水倒灌根本原因 因為沙都退化了 所以浪就直接衝進來了 人家說破硬了 是那個浪直接就衝上港區裡面 學者認為 原本在雲林外海的外傘頂洲 逐年往東往南飄走 導致漁沙 也讓漁港失去天然屏蔽 新盛的烏魚觀光港口 現在不僅沒落 鄉長表示這兩天迎來罕見大潮 預估一次比一次 淹得更嚴重 屆時面臨撤村壓力 目前搶救博子寮 運用廢棄褐架 簡易瀾沙 將再做土蹄 噴沙造露 三地新聞 料宜的王子瑜 李建營 雲露